哈喽大家好我是周初铭 我就是那个专门做电视机的周初铭了 我当然希望这不是真的 其实我根本没有资格 站在这里说话 打我的兄弟 拍 大家请 拍照啊 帮我帮拍照 冠军就是 周初铭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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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怕有一天 我走不动了 只能坐着 我坐着 也要把戏给拍好 在2008年证实 我患上了肌肉萎缩症 我还记得那时候 我在教会里面 遇到这个医生的时候 他一边的在诊断 我的时候一边在摇头 哇你心里是越来越的忐忑不安 不懂会会怎么样 后来他说 陈明啊 你应该是得了肌肉萎缩症 我当下无聊了 什么来 我真的没听说过 肌肉萎缩症 怎么会这样子 什么来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然后 我很难接受 我说 不可能了 不可能了 我要refer 后来看了第二个医生 第三个医生 他们的诊断都一直都说 Mr.June你有肌肉萎缩症 1997年我拍了一部戏 叫做《不老的传说》 你还没信吗 你现在再差点被讲 车转告你知道吗 你说什么 清清清清的 是 那那一部是对你讲的 也因为这部戏呢 我在拍摄的过程中受伤了 然后就伤到我的脊椎骨 所以当时医生诊断是 椎肩盘突出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的身体状况可以说是 每况愈下 然后我每一次呢 去看医生的时候 医生都会问啊 You got any medical history 我就会说 I fell down 我受伤了 其实那个时候 我估计了 我的所谓的肌肉萎缩症 已经开始开始慢慢的 在发作了 是我自己不知道 是我自己一直以为 是因为我跌倒受伤 运势到2008年 我在拍了另外一部长寿剧 叫什么 新花朵朵开 其实在拍这个戏的时候 我觉得呢 冥冥中 好像我身份注定了 已经在预备好 我要承受这样的 所谓一个打击 因为这部戏呢 我演一个脑部萎缩症的人 然后那时候 今天是尤鸿姐就说 阿明啊 你要参照这样的一个人物 这样的一部戏 我看一公升的眼泪 日本剧看 哇 真人真是 有这样的一个女生 得到这个萎缩症 然后她怎么样的 坚强的站立起来 看啊看啊 我心里面蛮慌的 因为好像在讲我自己呢 我上楼梯有问题 下楼梯还行 坐在地上不能够起来 很难需要人家帮助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难道我中的是萎缩症 而不是所谓一生所说的 这一天盘突出 所以我有点慌 后来这时 我患上了肌肉萎缩症 跟那个一公升的不一样 一公升是脑部 那你是肌肉 你会慢慢慢慢的 你的肌肉会 就会流失到最后 你就会上车 所谓交灯机了 那么这个过程大概是 18到24个月 我还不能够接受 这样的一个事实 一直到有一天 当我进房里看到 我两个宝贝女儿 一个四岁 一个六岁 在睡觉的时候 反正一种 很伤感的那个情绪 就会飙上来 总觉得好像 很对不起他们 因为其实 他们刚出事的时候 我还有机会去抱他们 陪他们玩 到后来 就身体比较弱的时候 就比较不能够抱他们 那在想 感觉上我好像 亏欠他们很多东西 这样子 我也希望说 能够好好的 看他们长大 看他们健康 我有病无所谓 但是他们一定要 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的 走下去 活下去 然后我的太太就 代表一下我的手的说 没关系 我们一起走下去 可以的 所以那个事 那时候就觉得 哇 呀孩子还小 我一定要坚持下去 把这条人生的道路走完 不只要走完 要走得精彩 不要留下任何的遗憾 其实很多时候 人家如果我说 周初明 你所谓的肌肉萎缩症 你的情况是怎么样 是痛 酸还是什么 我只能跟你说 我的感觉就是 每天都踩到柠檬 脚酸 就好像 如果你有运动的人 你去跑步 去做很多肌肉运动 可能一阵子你停了 突然间有一天 你重新开始 你回来之后 有没有觉得 你的脚这样酸到 似乎不属于你的 我就是这种感觉 OK啦 都这么多年了 也没有抱怨 最起码还能走 一步一步来 所以在拍戏的时候 如果说在一个set 其实还OK 但是有时候去到 外头去拍戏 就有一点小小的挑战了 所以这么多年来 我都有用一个 小小的行李 像有轮值的 有点电动的 这些东西是不错 但是有时候 有点危险 因为它蛮小的 所以有时候 有点off balance 那么 因为在拍戏外景 有时走的路也蛮远的 我真的需要一台这样的东西 除了这个以外 有时候跟家人出去 跑上去公园走 遛狗什么的 然后我一走得很慢 然后那一台东西 就走得 会有点off balance 我当然需要 可能在我的 shoulder 那边hold住 make sure我会off balance 当然 我也在网上 看了一些 不同的设计的电动车 这类的 但是想想 还是不要了 感觉上 第一 会不会是 好像残疾人生在用的 我不想把我自己 level成 这样的一个 一个标签在我身上 知道 最近我跟阿姐会议 会议间 一起拍戏 他们看到我用那个轮 那个 lugage 他跟我讲 迪亚 不可以了 就有点危险 这样子 你万一我没有在你身边 你爆 人 怎么办 我说对了 他说这样子 你之前跟我说的 已经顾虑了 爆炸不爆炸 好不好的 设计美不美的 你不要担心 我认识一个叫做Mr. Lai的 那时候我说Mr. Lai Mormat的老板 你去跟他联系一下子 我说这样子 OK 后来 我真的挣扎 还我 打给老板了 没有 我还没有 我还在考虑 他在考虑什么 我说 不懂 那种好像是 你身边的人在用 我用的就是 不是我把这类似成这样的故事 你去听他们解释 后来我就去了Mr. Lai的 office上面去看 设计真的新颖漂亮 然后我觉得蛮时尚的 然后重点也是因为它够高 因为一般坐低的话 很难上来 坐那个是蛮高幅度各方面都很好 然后Mr. Lai也是跟我解释了 我觉得他不只是介绍产品 他也告诉我说 嗯 聪明啊 我懂你的孤立啦 可能你觉得用了之后就是 像是那需要 需要人是这样 不是 如果你脚不舒服 走路不稳 你用这个也无妨啊 他可以帮助你啊 所以我经过跟他的交流谈话 那我觉得OK啊 嗯 我用 是因为我真的需要 不是因为我真的是一个disabled handicap的人 然后我就觉得说OK 就放开自己 就用那台东西 从现在我看他们 带过去遛狗啊 我跟着出去 我觉得哎 百分离婆天狗在那边 还OK啦 所以我的人生的所谓的走右鸣 就是永远不要把焦点放在我失去的 而是把我的焦点放在我所拥有的 我的健康无料 失去了 那如果我继续在那边穿牛角圈 我可以了 讲当年这样 我讲当年可以了 那我活得很辛苦了 我只能告诉自己 哎 我focus在现在我拥有的 最起码还可以演戏 还可以从事我喜欢的表演工作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所以当如果你遇到一些困难 特别是在这个疫情的时候 可能经济啦 家庭啦 事业啦 学业我觉得呢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 当你一直往那个困难的方面 去想的话 那你就会越陷越深了 对不对 第一 就找家人 找朋友 找亲戚 如果 学校可以找老师啊 校长啊 去主任啊 等等等等 或者如果你是有个 宗教的寄托交托 信仰的话 不妨敞开自己的胸怀 最重要的就是 不妨要喊 一定要把 你心里面的东西 说出来 所以 尽量的找家人朋友 好 让你记得 不要去比较 不要去埋怨 好 加油 好 不要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